我曾经在担任记者的时候啊 代表采访很多时尚的活动啊 模特云集的场所会让我感到非常的害羞 那当然那一开始的感觉 那现在见习惯了 我们家也有美女啊 就不会那么的害羞了 嗯对我再讲心盈 慢慢的我就在想 为什么时尚这个东西要配上美人或者帅哥 然后有没有去过车展 总会看到乡车配美人呢 那欢迎收看英才智库 让我们在你的碎片时间里啊 为你网罗一些你可能错过的冷知识 今天影片是由Modelo赞助播出 Modelo是将商业品牌和人才连接起来的暗需平台 那如果你觉得你是个KOL或者是模特儿 或者是你的品牌需要寻找模特儿的话 可以马上下载这个软件哦 我们先撇开社会怎样去定义美丽这回事 我们先来接受 就连我的男学生们在脸书都是分享美女的照片那些的 对啊 再讲你们那几个啊 如今啊 时装模特已经成为了时尚界和美丽 这两个事情的代名词 那如果在这个领域成为顶尖者的话 就会受到世界目光的追逐 成为整个大众真相模仿的对象 你看现在很多模特儿的照片都是一个样子的 吼 其实时装模特这个行业啊 真正的发展历史 其实也没有超过两百年 根据资料显示 模特儿这份行业最初是从 电源到今天我们延伸台 看到万众主播的明星 而这也随着成为了一个非常独立 感觉高不可攀的独立产业 什么时候模特儿是以真人来扮演的 在14世纪末 它是从法国宫廷开始的一个时尚 早在1931年的时候 法国查理六世的妻子 易莎贝拉王后发明了一种叫做 时装玩偶的玩具礼品 后来王后呢 就转送给英国王的妻子安妮王后 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就在王宫里互相赠送玩偶的蜂巢 科普一下Model这个名字 最早起源是1573年 法国设计师罗斯贝尔坦 用黏土的木头 做了一些人体模特 来展示服装称品 然后叫着叫着就成了 当时候欧洲用来交流时装讯息的方式 后门习惯了真人模特儿嘛 但实际上来说呢 在1896年 英国伦敦第一次举办的 玩偶时装表演 这场活动在意义上来看呢 是现代时装表演的最早开端 好啦 回答问题 那这个世界上啊 第一个模特儿到底是谁呢 我们先来看看 谁是开创了法国高级女装定制的生意 是一名叫做 Charles Frederick Wirth 是他恨救了第一个 使用真人时装模特的人 也是你眼睛看到很多时装表演的 惦记者 1846年 卧室因为自己设计的披肩 无人问津 就特别邀请了一位漂亮的 法国女生 Marie Venu 请她穿着披肩 在顾客面前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就是这么一走啊 开创了时装模特表演的先河 Marie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人时装模特 更因这一场时装秀之 胜利 成为了卧室的太太 1928年呢 美国纽约诞生第一家模特儿公司 推动了模特儿的行业 20世纪 30年代呢 市场出现了很多明星模特 也成为了令人瞩目的专业 那为什么会有 超级模特呢 21世纪的今年很多人看了 模特儿的眼光 和备受尊重的地位啊 归功于一个当时的超级模特 其实年代最为走红的模特 他的出现更吹起了 3D look的风潮呢 其实早期的模特儿啊 是一种专业 而并不只是你靠长相 身材就可以走上这条路的 他们啊 是在延伸台上的智慧 和美貌的象征 如果你是一名模特儿呢 可能在Modelo平台上 能够和好的品牌一起合作 那如果你想要和一些专业的模特儿 合作的话呢 记得可以到Modelo 这个暗期平台上寻找哦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欢迎你分享出去 也记得到我们脸书专页按个赞 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打开小铃铛 好让我们在下一支影片上传的时候呢 第一时间通知你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拜拜